日前正在举行的中国进博会上 一款被称为韩国宾利的车型正式在国内首发 这款车就是刚刚在韩国上市的杰尼赛斯G90 作为现代旗下的豪华品牌 杰尼赛斯旗下的劳恩斯曾经在国内销售过 而G90则是杰尼赛斯旗下的旗舰级轿车 新一代的G90极具豪华气质 钻石型的前中网也具一格 大灯组被LED日行灯一分为二 车头上的logo与宾利十分类似 因此它也被称为韩国版的宾利 新车的车身侧面造型流畅 优美 一条带有弧度的腰线从前隔山贯穿至车尾 密集式的浮条轮毂带有强烈的豪华感 而车尾贯穿式的尾灯气质优雅 辨识度也很高 G90内饰方面的设计与线管的车型区别不大 同样以豪华为主 四幅式的方向盘 中央大屏幕以及车内的豪华装饰 还真有一些宾利的味道 该车是四座设计 后排的造型更为豪华 动力上 新车使用了3.8V6 3.3T和5.0V8三种发动机 其中3.3T的最大功率为375马力 峰值扭矩510牛米 传动系统为8AT变速箱 该车型将会是在华销售的主力车型 但未来该车在国内的售价如何 尚不清楚 关于这台韩国宾利的最新消息 我们会持续的关注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下期见